第三千五百零二集 这一次 纯飞眼中的惊惧之色愈发浓郁了 连手中的剑招都隐隐地凌乱起来 夜沉目中精芒一闪 趁着纯飞心神不稳之时 狄鹤一声道 给我破 魂体转化施展 视魂通天 狠狠激荡 强烈的神魂冲击 瞬间将纯飞的神通击破 纯飞发出了一声惨叫 蹊跷之中心血狂涌 极乐幻杀天音灭 虽然强大和诡异 可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 其中之一便是被破解之后 神魂会受到反噬 纯飞神魂强大 并没有因为反噬而受到重伤 可她的眼中却是浮现了 无比慌乱之色 这神魂震荡之下 她的招式已经彻底乱了 眼前那柄不断翻腾 宛若黑龙一般的漆黑长剑 眨眼间便是突破了她的防御 一剑斩在了纯飞的肩上 树道防御法器的光芒亮起 轰隆一声巨响 响彻天地 法器光芒飞快地破碎 这一剑血光乍闪 这一剑竟是狠狠地 将纯飞的一条手臂 斩断了下来 纯飞破碎的面旁更加扭曲了 她痛呼一声嘶吼道 极乐血顿法 那被叶辰斩落的手臂 瞬间爆开 化作一团血雾 将纯飞包裹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龙门岛的海岸边 积舍而去 纯飞也算是一方霸主 此刻却是被叶辰杀得 直接亡命而逃 巅峰状态的叶辰 恐怖如斯 不仅众人震撼无比 神渊太虚 亦是神色大动 眼中战一胸 叶辰目光锁定了 那逃跑的纯飞 煞剑之上酝酿起了 透骨冰寒的剑光 龙门岛上的武者剑状 却是不禁摇头 叶辰这一剑很强 可是却似乎无法追上纯飞 那血顿之法速度极快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纯飞就要逃生之时 一道赤虹锁链 却是骤然在纯飞身上浮现 天妖神索 叶辰冷冷一笑 与他交战 想逃 不可能 与此同时 其手中剑芒也是瞬间飙出 将那图案血雾完全淹没 极为凄厉的惨叫声 在龙门岛上回荡 但很快 这惨叫便停止了 血雾之中的纯飞 被叶辰一剑彻底斩灭 神魂一时被碾成了虚无 急欢道道主 就此陨落 死在一名二十多岁 乾坤井青年的手中 那海尊见状 神色彻底难看了起来 叶辰缓缓回头 看向了海尊 露出了一抹笑容道 是不是很想我死啊 让你失望了 说着 他的面色突然无比阴厉了起来道 你如果想要报复我 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否则 我叶辰发誓 只要我不死 必灭海荒岛 海尊 在内海已是巅峰强者之一 而现在却是被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威胁了 而且这威胁 海尊还真的不能完全无视 叶辰的潜力太可怕了 给他时间 海尊也无法估量 他的未来会达到什么层次 他看着叶辰眼中杀机涌动 似乎真的想要在这里不顾一切地抹杀叶辰 自引势力的太真强者们都是微微皱眉 有些不爽了 这海尊过分了 叶辰毕竟是龙门盛会的龙子 虽然龙门盛会已经结束 叶辰的恩怨与他们无关 可现在他们还没有离开龙门岛 海尊就要当着他们的面杀龙子吗 这是不把四隐势力的威严当一回事了吗 可想要阻止海尊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 海尊可不是一般的太真经 即便他们四人联手 也不是海尊的对手 这时 一道人影却挡在了海尊面前 淡淡道 海贤辈 你不能对他出手 此人赫然是神渊太虚 神渊太虚竟是为野尘说话了 野尘淡淡一笑 和他预料的一样 他之所以敢于挑衅海尊 便是因为 对神渊太虚的性格无比了解 神渊太虚 如今已经将他当成对手了吧 既然如此 自然不会让野尘 如此轻易地死在别人的手中 与其离开龙门岛 会被一名志强惦记着 倒不如趁现在 拉神渊太虚替他背锅 海尊皱眉道 哦 为何 神渊太虚神色淡漠 神色没有丝毫起伏得到 因为我薄了 他仿佛在说一件平常的小事 可海尊确实面色一变 能在他面前保人的小辈 恐怕也就神渊太虚了 他偏偏也是无法无事 毕竟神渊太虚的身份很特殊 他乃是神渊圣子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神渊呢 见神渊太虚开口 那四名太真境强者 对视一眼 亦是站在了神渊太虚身后道 请海岛主息怒 海尊面色愈发难看起来 片刻后 冷哼一声身形一闪 便从此处离去 这时 林子嫣也苏醒了过来 她看着走来的夜尘 微微一愣 随即强人泪水 扑到夜尘的怀里道 师父 夜尘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笑道 子嫣 为师可没那么容易死的 林子嫣重重点头 这时夜尘抬起头 朝着楼雨霄看去道 谢谢 若非楼雨霄 林子嫣现在可能已经重伤 乃至身死了 楼雨霄微低着头 小声道 照顾子嫣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她现在有些不好意思 与夜尘说话 毕竟夜尘的实力如此逆天 她当初对夜尘 却是那种态度 现在可以说 被狠狠打脸了 就在这时 神渊太虚 突然朝着夜尘走了过来 夜尘看着她 她耸了耸肩 有些无奈的道 你若是想战的话 现在可不是一个好时机 朔老雨 玄寒玉的力量 已经退去 她也感到了一阵虚弱 而且她伤势刚刚恢复 还需要巩固巩固 免得留下什么后遗症 可出乎夜尘意料的是 神渊太虚 却是摇了摇头道 你以为 我为你说话 就是因为对你的战意吗 虽然她的确想与你一战 但可没有什么兴趣 给人当枪似的 哦 夜尘有些惊讶地 看着神渊太虚道 那是为什么 神渊太虚淡淡道 神渊之主 请你前往神渊 与其一会 夜尘神色一动 微微皱眉 但还是点了点头道 好 她知道 面对这等存在 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 而且好歹 这神渊之主 也算帮了她一个忙 当即 夜尘看向灵子燕道 子燕 为时要去见一个人 不能带你一同前往 你暂时 随楼姐姐返回灵天宗 为时办完了事情 便回去看你 这神渊之主 见她不知是何用意 还是将灵子燕 暂时留在灵天宗为好 灵子燕有些不舍地 看着夜尘 却是懂事地点了点头 朝着楼宇霄走去 她可不想成为师父的累赘啊 夜尘看向楼宇霄道 楼姑娘 拜托你了 楼宇霄道 放心 我会照顾好子燕的 夜尘看向神渊太虚道 走吧 当即夜尘便跟着神渊太虚 和那金某女子 朝着龙门岛的海岸走去 那金某女子道 我名为江心 前往神渊的路上 你要暂时受到我的管理 很快 三人便登上一艘黑白相见的大船 这就是神渊的航船 夜尘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这艘大船 就在这时 整艘大船一个闪动 便出现在海平线的尽头 这速度比之黄金飞尸号 还要快上数倍不止 夜尘看着眼前的一幕 有些惊奇道 这里就是神渊的入口吗 只见大船之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个仿佛能将一切卷入其中的漩涡 下一刻 大船便是驶入了漩涡之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当夜尘再次睁开双眼之时 已经来到了一处陌生之地 他抬头朝着上方看去 只见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深沉的黑暗 夜尘目光微闪 难道这里就是那深渊 他们已经来到了那海底深渊之下 这时神渊太虚和江欣走了过来 神渊太虚道 随我来 他们所在的地方 似乎是一些建立在神渊底部的宫殿 深处海底深处 这里的重力远超地面之上数倍 但夜尘在这宫殿之中 确实丝毫没有露出不适之色 这点重力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在神渊太虚的带领下 夜尘很快来到了一座大殿之前 神渊太虚道 进去吧 神渊之主就在这其中 夜尘目光闪动 身形一闪 便是迈入大殿之中 很快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夜尘面前 一道看起来有些瘦小 苍老的身影 可夜尘看到这身影的瞬间 整个人都是猛然一阵 他微微地张着嘴巴 不可思议地 看着那背对自己的老者 此刻 他竟是无法看透这老者的修为 他见过的人中 恐怕只有任前辈和万须 那些存在有这种感觉 仿佛其修为 已经超越了太真一般 这神渊 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 这位老者的身份 是一块巨大的惊石屏幕 屏幕之上分割出了无数的区域 每个区域之中 都显示着一幅画面 夜尘来到那老者身后 行了一里道 晚辈夜尘见过前辈 那神渊之主 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向夜尘微笑道 夜尘 我们总算见面了 这神渊之主 虽然是一头白发 但其背影似乎颇为苍老 但面容却并非如此 反而合法童颜 有种年轻的感觉 夜尘问道 不知前辈找我来 所为何事 神渊之主 看了那深厚的 京师屏幕一眼道 你进入这藏天海 为的就是寻找 朱渊与顾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减 Obs 경우 no twitter 我们要100亭转发明 祝点赞 订阅 减xxxxk